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站在桥上 一看到车子经过就冲到前方挥手拦车 接着踩上车踏垫后企图打开车门 慢动作再看一次 一辆大型车即使行经七堵前响桥 路边突然冲出一名男子在前方拦车 更可怕的是男子趁驾驶停下后 跳上车试图打开车门 半身整个悬在空中看上去相当危险 但车门锁住打不开 男子只好放弃跳下车后 又拦下另一辆车 让不少路过驾驶吓坏了 会不会停下来载他 不会 我就觉得发生龙的是很可怕 然后赶快不要靠近他 事发在九号晚间十一点半左右 基隆千翔桥出现蓝车怪客 不少驾驶开车经过时车速都很快 但男子却在路中央随机蓝车 怪异的行径让很多驾驶相当害怕 如果不小心就会撞上去 而网友看到影片后纷纷只喊吓死人 甚至还有网友猜想说 可能是八大行业被国家盯上 很多人被逼急才会出来找钱 关于本偶发事件实际原因 本所正积极调查中 再看一次惊悚瞬间 男子伸出右手边跑边跳想蓝车 整个人跳在车旁试图拉开门 索性没有被撞上 而目前警方积极侦办 要将蓝车怪客找出来 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尊荣林玉均金融报导